你还说 都是你出的搜主意 我问你 你还当不当我是你的幕僚 我当然当你是我的幕僚了 还不止 我把你当成我的末逆之交 你呢 当不当我是你的先生 一日是我先生 一辈子都是我先生 你说你们俩想气死我 什么都不告诉我 不是 是这样的 你先听我解释你坐下 你坐下 我坐什么坐 大清 趁你现在还涉足未深 赶快全身而退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他知道吴松内部的事情 已经太多了 你怎么能出这样的搜主意呢 你这儿会害死他的 好好 你要怪我 你就追究我 我们往后再谈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想想 还放不放地回去 继续潜伏在吴松的身边 这才是重点 先生 如今已经掌握了 吴松贪污的线索 更捣火了一个 说说会银的地方 这一定能够让吴松 大伤元气的 贪污根本搬不到吴松 你们现在要找他 不是汇款而是试卷 要搬到他 只能从预定门生入手 其实 我们线下的情况 还不算太坏 但是 从吴松现在安排赵青 做的事情来看 他是相信赵青的 至少 不至于要怀疑赵青 我问你啊 那江才知不知道赵青 是我们派去的 我想应该不知道 我在拘捕他们的时候 还特意 在江才面前演了一场戏 故意做得一视同仁 而且回来以后 我就把他们两个 分开拷问囚禁 他们应该不知道的 先生 事到如今 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你就让我在吴松身边 待着吧 我求求你了 这样吧 烦请徐大人 明天一走 便把他江才放了 这可不行啊 我和徐大人 花了多少功夫 才将他人赃并获的 你傻不傻 你和江才只能活一个 徐大人放谁 吴松就会杀谁 你想死想活啊 我们现在先放了江才 对外说 他是我们的内应 到时候吴松 一定会怀疑他的 没今之计 你得带伤回去 就像被 言行拷问过一般 我明白了 就算吴松他不信任我 也会对我另眼相看 这样 我就可以在他身边 搜证了 搜证是第二 安全是第一 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能让 吴松起疑 知道吗 我明白了 还有啊 你们在商议什么事 千万不要再瞒着我了 一定要让我知道 行了 知道了 你就别生气了 赵青 为了你的安全 现在也只能委屈你一下了 好 少爷 歇一会儿喝杯茶吧 也好 我闻下 ним 甘口干纯 这茶不错啊 少爷 很难得见您心情如此轻松 这是不是因为 您跟吴姑娘的关系一日千里啊 虽然不重 亦不原意 少爷 您结识女孩真是别有心得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让吴姑娘对您死心塌地啊 吴玉文这种黄毛小丫头 哪知道情为何物 我只不过是略失小计 就让她以为眼前这个人 是一个情意深重的好男人 少爷 现在已经成功了第一步 是不是需要快刀斩乱马 速斩速决 不 这件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稍有差池 将会前功尽弃 看来少爷您 早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凡事都要循序渐进 只要耐得住心 就一定能够钓上大鱼 说 到底跟徐天勇说了多少事情 我 我 我没 没说 还这么嘴硬是吧 给我打 打到到说为止 是 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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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说你 赵卿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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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心 对您不利的话我一句都没说 我就告诉徐天勇 我是为了生计 所以我才帮江才点数合账的 至于那来路 我说我也不知情 赵卿啊 辛苦了 这件事情 与你无关 这江才才是徐天勇 派在我身边的细作 大人 这 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已经查清楚了 就是他 他毫发无损 厚着脸皮回来 我便知其中有账 我查得清清楚楚 他一直给徐天勇提供证据 老爷 已经点算好损失了 大人 这个江才被严刑拷打之后 还是死口不认 我们该怎么照顾他 这丝是我亲自点选的 竟然吃里扒外 朕是知人知灭 不知心的 把他给我拖下去 是 是 赵卿啊 大人 在 从今天起 你代替江才替我办事 做得到吗 蒙大人不弃 赵卿一定尽力而为 帮我办事 只有半道与半不到之分 没有尽力而为 办得到 办得到 你过来 大人有什么吩咐 从今天起 把江才打理的事情 全部交由赵卿 让他处理得干干净净的 他是新手 有什么不懂的 你一定要帮他 是 大人 赵卿啊 在 你是个聪明的人 你是个聪明的人 和我作对的人 下场是什么样子 你也看见了 只要你一心一意帮我办事 我保证你前途 无可限量 无可限量 也包括被徐天悠他们毒打吗 我就知道 你现在还憋着这口恶气 只要你高仲认官 我必定会保你步步高升 进入内阁 到了那个时候 你便可以找徐天悠 去出这口恶气了 谢 大人 今天辛苦你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那 晚生告退了 大人 难道您真的相信 这个都赵卿是清白的吗 自打他第一天 成为我的预定门生起 我就没有相信过 他是真心的 难道 他才是徐天悠派来的细作 这也不足为奇啊 这江才是我亲自点选的预定门生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清楚得很 大人 可是传回来的情报 说他才是和徐天悠是一伙的呀 这佛家有一句话 凡所有项皆是虚无 凡所有项皆是虚无 千万不要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是 大人 既然如此 可您为什么要把江才所有的差事 都交给这个都赵卿呢 难道您不怕他反了您吗 我把江才所有的差事 交给都赵卿 我把江才所有的差事 交给都赵卿 就是要让他觉得自己是清白的 这样 他才能够放松警惕 如果他真的是徐天悠派来的细作 那很快便会露出马脚 反之 他如果真的是清白的话 看到江才的死 他便会更加地忠心 大人洞察人心的手段 真是太厉害了 我把这些话说与你听 说不定也是一种手段呢 大人 李治对大人忠心耿耿 不敢有半点私心 李治啊 别太认真了 我只是跟你说笑而已 是 大人 大人 不知后面还有什么吩咐 这个地方啊 已经被人发现了 你赶紧物赐一些新的地方来 收藏于密室中的这些孝敬金 要尽快秘密地转移出去 千万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李治明白 你去把黄昌云给我叫过来 我有事要见他 是 大人 来 长云啊 我知道 你与赵卿熟识 我想听听 你怎么评价你这位朋友 怎么说呢 都赵卿是我朋友里面 最有才华的一个 而且重情重义 不过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啊 老是添麻烦 难以控制 你这句话说得中肯 大哥不恰当地比喻 他就像一只猎狗 你要是制服不了他 他就反咬你一口 但倘若你制服得了他 他不但不咬你 而且会帮你 并且势不可挡 的确啊 都赵卿是个极好的良将人才 如果加以磨练的话 他绝不会亚于 徐天佑的父亲 徐日生 也正如你所言哪 他这个人 桀骜不逊 他恨我入骨 如今投诚 不知其心哪 又如你所言 他这个人重情重义 现在让他背叛师友 还真是 于情不合呀 大人 恕我直言 这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倘若您有顾虑的话 大可以驱逐掉他吧 你又有顾虑 不得了 于情不一样 你不应该叫他 承诺 你没想到 吴天佑 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放弃 大人 难道你非要往罗都赵卿 做你的门生吗 难道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这办法呢 也不是没有 不过呢 我不能白白地送给吴大人 来 来 来 喝茶 喝茶 好 这个生意人哪 他就是生意人 好吧 你随便开个价 大人 我想让你帮都赵卿 官制尚书 你和都赵卿情同手足 并非虚言哪 我既然看重赵卿这个人 那我肯定会重用他 起步至少是官制尚书 如果他助我得利 那官制巡抚总制不在话下 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大人亲口一言 可绝不能失言哪 你们伤骨之人都讲究情义 我身为朝廷重臣 又岂能失言哪 好 吴大人 你知不知道这都赵卿 他有一个妹妹 大郎 有人来了 谁啊 谁啊 叶章大人 爹 爹 你怎么来了 爹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糕点 还给你们做了套新衣裳 谢谢爹 把你们安排在荒郊野外 委屈你们了 没有 爹 若是被人发现我尚在人世 定会为爹惹上麻烦 只要能够和相公在一起 在什么地方都没关系的 是啊 这些日子 多亏岳长大人的照顾 都是一家人了 怎么客气干什么呀 吃饭吃饭吃饭吧 来 岳长大人 你是谁 你是谁 都大人 本官李治 奉吴守府之命请你 还有除州猎女都燕娘 以及夫婿 回府一婿 爹 请吧 大人 大人 此茶并非上品 您就将就一下吧 来 赵卿 与我一起品茶 大人 大人 向您位高权重 四方人士近空不绝 怎么喝我这口粗茶 竟会如此愉悦啊 明茶美酒 不在乎品质 而在于喝茶饮酒之人 当时的心情 这么说 想必大人今日 必定是人逢喜事了 先别说我了 这会事将至 你准备得如何 有当朝阁老官罩着 赵卿是否用功 都绝非问题的 以你的文章才华 加上老夫的提醒 此次会事 必定金榜提名啊 是 接下来 你便要学习 何为为官之道 大人放心 赵卿定会全力以赴 对了 这 明阳生险父母 你金榜提名 你的父母脸上 应该有光吧 是 以前赵卿少不耕士 做过种种忤逆的事情 如今已经痛改前妃 所以希望这次能够荆轲高中 以报福恩 这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是 此事甚好 赵卿家中还有何家人呢 赵卿娘亲早逝 家中有一妹妹 只不过 妹妹在年前已驯妇而死 如今 圣父子二人相依为命 劫父 都业娘之事 我略有耳闻哪 此事甚是悲惨 赵卿可有想念你的妹妹吗 家门不幸 情何以谢 赵卿已经不想 再将家门惨事 在人前诉说了 哎呀 孝季之心让人感动啊 老夫自幼跟随仙人 惜得起死回生之术 赵卿 你相信吗 老夫的这个本领 连皇上都不知道 不过 今日破例一次 为你施展一回 让你与你那位 已经入土为安的 王妹相聚 大人 大人 这猎女长埋入土 是否能开关 让乡亲们目睹殷荣 宋太医最后的敬意啊 对啊 王妹妹已经安详入关了 你们这么做 算是对死者的尊敬吗 这 那就按照都大人的意思吧 就按都大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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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这 你这就要不然 你这就要不然 你就不认为我 不认为我 这个断 我都不是 你也能在我身上 你那是 诚再来 解密 坚图 我就是 是 赵卿 赵卿 你看我这起死回生的本领 是否了得 信无的 你到底要干什么 赵卿啊 我把你的妹妹 从地府里拉了回来 你不但不感激我 反而恶言相向 你想怎么样 你是我的预定门生 你是个聪明人 你觉得我想怎么样 我看你的父亲 独自居住于乡间 十分地孤独 你的妹妹妹夫 东飘西荡居无定所 所以 我便把你们一家人 请到京城来 好生安顿 你难道 还不满吗 你胡说 你无非就是不信任我吗 所以你其实我家人 把他们当人质对不对 经过江财一事 我不得不小心谨慎从事 你若真心做我的 得一门生 我可以让你的全家 锦衣玉食 过上比原来好一百倍的生活 如若你是徐天佑派来的细作 我便如你所言 他们便是人质 他们究竟是做我的人质呢 还是做我的座上客 这是由你来决定的 吴大人 送我求求你好不好 你放过我家人 我渡赵卿要杀要挂 任你处置还不行吗 赵卿 你不用慌张 你的妹妹是因为训夫 才得到贞结牌坊的猎语 她和你的妹夫东漂西道 万一有一天被人认出揭发 这可是诸九族的欺君之罪呀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把你的全家 安排在西郊别院 你若真心做我的门生 我一定会好生照顾你的家人 哥 不要 来人 带走 是 大人 大人 你听我说大人 赵卿 哥 大哥 赵卿 你 大哥 赵卿 爹我会救你的 赵卿 赵卿 你来得正好 我正好有事找你 你这个背信奇异出卖兄弟的无耻之徒 你还有脸来见我 赵卿 我知道你恨我 但先把你的恨收起来 我真的是来劝你的 我告诉你 黄承云 如果你今天是为了吴松来说服我的话 你升上吧 赵卿 你听我说 我不是为了吴松 我是拿你当朋友才来劝你的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从你对付晋升那一刻开始 你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赵卿 干什么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知道 你恨我 可是你当我朋友也好 不当我朋友也好 我只想告诉你 我们四个人当中 我最钦佩的是你 你才智最高 最有可能高中 我知道眼下 你很尴尬 吴松控制了你爹还有燕娘 你骑虎南下左右为难 难道你就不想救他们吗 我当然想救他们 可是我不向你 为了一己私欲 偷靠吴松任贼做负 良秦责母而弃 我知道我这样做 的确是为了自己 可是你呢 你手里有三条人命啊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他们三个人就危在旦夕 难道你不管吗 可是要我跟吴松 沆血一气的话 不可能 赵卿 我来问你 你读书考试 晋朝当官 为的是什么 当然是匡复射击 救济万民 说得好 那眼下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 什么大好的机会 我投靠吴松的话 就会变成他的傀儡 到时候我怎么匡复射击 救济万民啊 赵卿啊赵卿 你此言诧异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好好想想 吴松他现在能在朝廷待多少年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早晚有一天他会下台的 等他下台之后 这呼声最高的就是你 能够进入内阁 你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你才能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才能辅佐朝廷做你的大事 而我呢 可以成为商界的雄才 富甲一方 只要我们两个连起手来 相得益彰 有什么不好呢 你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 没有不切实际 是 别人都会笑话我们 没有权没有事 可是只要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我相信 无论是你 还是我 早晚都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可是吴松他一天不下台 他就会逼我去做违心的事 是 是 做违心的事情 赵晴 我知道这不是一件痛快的事情 可是想要成大事就必须忍耐 而这也不是一朝一夕 就会有结果的 可是赵晴我来问你 你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到的话 你怎么救万民于水火 怎么辅助江山社稷 那你所有的理想都是一句空谈 是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在我的心里面 自始至终 还把你当成我的朋友 朋友 赵晴 听我最后一句话 要想成功 就要先付出 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你怎么还放在地上 赶紧扶进来 是 不够不够 你们去后院 把那些全都给我搬过来 是 是 快去吧 喂 吓我一跳 你在这里干什么 难道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自己怕别人知道 别说 这事吧 我还真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不过呢 你什么都瞒不过我的法眼 这么厉害 那好 你来猜猜 我摆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种竹奇塔 你用这些竹子摆文昌镇 真厉害啊 我还真是想把这些竹子摆成文昌镇哪 当然了 我在江南的时候学的就是风水术术 这点雕虫小技 逃不过我的法眼 难怪啊 不过呢我现在对这些风水术术啊 不太感兴趣 我现在更想研究这个 面相和命理 为什么 你听过一句话吧 叫做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我觉得每个人的命相 都跟自己的手闻那是息息相关 你会看首相 那是当然 我在江南的时候 对首相了解得比较少 要不你帮我看一下 也让我多了解一些 好 来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大小姐 你忘了一句话了吗 叫做男女之间瘦手不轻 真的不行 你这是干什么呀 咱们又都不是小孩子了 别这么老姑伴 大小姐 我不是不给你看 但是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了吗 我这个人命犯天煞孤星 接近我的女孩子 那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不要紧的 就这么看一会儿 来吧 别婆婆妈妈的了 这可是你说的 那好 请坐 好 恭敬不如从命 我就给你看看 来 你别说 你的掌纹还真不错啊 从掌纹上来看 你是一位有追求的女子 那我的感情会怎么样 我会不会遇到一个情深义重 但是命犯天煞孤星的男子 我好好给你看看 这掌纹上来看 你的感情线分成了两节 那我要遇到什么样的人 这断了的感情线才能再连起来 问得好 我觉得 要找到一个你爱的人 这个最重要 吴夫人 娘 玉文哪 有空的时候 也不去用宫学习 我正在这里向皇公子 请教命理数数 这样也算钻研学问啊 是吗 吴夫人 我还有点事 我先告辞了 慢走 玉文 他就是你上次赶着会面的公子吗 嗯 玉文哪 你认识他的时间不长 这么快 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每次一见到他就会心跳 我就喜欢这样体贴入微的男子 那 那他知道你的心思吗 应该知道吧 可是他对他的王妻念念不忘 还没有向我敞开心扉呢 玉文 玉文 不是娘说你 你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 娘并不反对你谈情说爱 可是你干什么 你总得告诉我的吧 娘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爹 他又不是什么开命的人 娘 你不能跟我爹说 一定要替我保密 好好好 我替你保密 还是娘最好了 玉文最爱娘了 你呀 就你嘴甜 你们母女俩聊什么呢 聊得这么开心啊 不会有什么喜庆乐事吧 爹 老爷 你刚才不会跟你娘 说爹的坏话了吧 没有啊 我在跟娘说 爹英明神武 体贴入微 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对吧 娘 我的闺女啊 你的嘴怎么变得这么甜了呀 爹在我心里 一直都是最好的 我们正在商量 今天晚上做什么饭菜呢 女儿想亲自下厨 孝敬孝敬您 是吗 我的宝贝女儿啊 不但人美嘴甜 还有一手好厨艺呀 你这个老爹呀 是有口福喽 我这就去做 爹自爱吃的 让爹大饱口福 好好好 夫人 我刚才见到郎中 来替你开药 你还相向着 咯 农孝敬孝 记得要告诉我 站住 干什么呢 我是吴大人预定的门生 都赵卿 请吧 燕宁 哥 大哥 你们俩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赵卿啊 爹 我们怎么会有事呢 吴松庄我们来 吴飞就是想当做人质来威胁你 他不会伤害我们的 你不用担心 这个吴松也太别逼无耻了 竟然由你们来威胁我 可是爹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怎么会知道 燕娘还没死 我之前听梁渊阵说起过 吴松神通广大 刚开始还有点不相信 但是这次我亲眼得见 还是不得不佩服 吴松的无所不能啊 帅哥 赵卿啊 咱不考了 爹这个官我也不当了 咱们回去隐居起来 再也不见人了 爹 现在不是考不考 隐蔽隐居的问题了 是如果我不帮吴松办事 你们都没有活路走 你明不明白 你帮他也是一样 没有活路啊 这个良院镇 当初吴松是那么地重用他 梁元振也是死心塌地 为他办事 那又怎么样呢 一旦发生意外 他丢居宝帅 可是爹 目前我没得选择 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要怪还得说怪我自己 贪图一失之力 和梁元振混在一起 如若不然的话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 爹 你千万别这么说 都怪我不好 是我一再招扰梁元振和乌宋 才惹来今日之火 还连累了燕娘和妹夫 哥 千万别这么说 赵卿啊 你懂事了 你们陪爹走走吧 好 看夕队 过得真快 光阴过得真快 记得上一次和你一起散步 还是你八岁时候的事呢 当时我初任推官 每天就这样 拉着你到衙门去做事 我隐约记得 你的事业说 我从小在衙门长大 将来一定是做官的材料 是啊 可从那之后 咱们爷俩之间的话是越来越少了 以至于之后见面 免不了要吵上几句啊 爹 我一直在想 其实你是知道原因的 我知道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跟梁元镇混在一起了 在你的眼里由一个好父亲 变成一个你非常痛恨的贪官 你由一个我敬仰的大英雄 变成了我最痛恨的贪官 爹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你在衙门里工干 我在你书房里玩 你的木榴 他们每个人都在夸赞 说你是出州的明镜 百姓依赖的父母官 当时我坐在你的椅子上 我就幻想着 有一天 我也要成为像你一样的英雄 可是一回到家里 你就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 爹 我一直都在等 等你告诉我 这些都是你的计策 目的就是为了引出那些贪赃枉法的人 让那些土豪猎身 伏法 可是我等到的 却是你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朋友 我们的家境越来越富裕了 我一直都在称为 你 是不是 你都在称为 你这些贪赖枉法的人 都在称为 因为你在称为 你都要有什么 都在称为 你 这些贪赖枉法的人 你自己赖枉法的人 我早就跑到九峭云外了 我们都是一样的 孩子 千万别这么想 你比爹强 爹做不到的 你肯定能做得到 如今 我唯一想做的 就是必须要想出一个办法 让你们摆脱无送 其他的 时候再说吧 孩子 孩子 千万要记住爹的话 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 千万不能丧旨啊 好 爹